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和安派出所警员郭家存 李嘉荣24日深夜11时许 巡逻经过太原路 大有五街时 发现一辆黑色轿车航迹可疑停放路旁 上前盘查发现车内飘出浓浓K位 陈姓驾驶新须汽车逃逸 但跑不到百公尺 就因天雨路滑 当场摔个狗吃事 狼狈不堪 遭警方压制逮捕 随后警方在车内查获两大包K他命 且发现陈申杯毒品 诈欺等三条通缉 全案警巡后在25日移送台中的检署侦办 警方调查 陈姓男子 22岁 毒品前科 是被台中地方法院发布毒品 诈欺等三条通缉在案 陈进警方上前盘查 面露惊恐直冒冷汗 吓得把腿就跑 为廖天雨路滑 当场跌倒摔得满身伤 警方从其身上急轿车内搜出二大包毒品K他命 重68.67公克 全案经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疑送侦办 警方呼吁应拒绝毒品诱惑 切勿因朋友的怂恿或贪图享受一时的兴奋快感 轻易接触各类毒品 终止染上毒也造成终身遗憾 在青春专案及安居专案期间 为保护青少年远离毒品 将加强实施林检盘查 让青少年暑假过得健康 玩得快乐 拒绝毒品危害 台中市西屯区陈姓男子深背三条通缉 还在车内携带两大包K他命 被警方巡逻时查获 记者陈宏瑞翻社 分享 台中市西屯区陈姓男子深背三条通缉 还在车内携带两大包K他命 被警方巡逻时查获 记者陈宏瑞翻社 分享